这个小男孩正在海洋馆里跟小鱼们交流 突然两个坏孩子上前打断他 并取笑他是个怪胎 看到男孩被欺负 里面的鲨鱼猛地撞向玻璃 突如其来的震动吓得他们赶紧放开男孩 然而鲨鱼的撞击并没有停止 他不断地撞击管理的玻璃 想要保护小男孩 看到狂躁不安的大鲨鱼 男孩举起手来 紧接着发出冲击波 狂躁的大鲨鱼瞬间安静下来 这个小男孩并不是一般人 他继承了母亲可以跟所有海洋生物交流的能力 并且可以控制所有生物听命于他 他就是亚特兰蒂斯女王之子亚瑟 然而他的来历还得从几年前的雨夜说起 灯塔守护人汤姆在一个雨夜 发现因逃避只婚沦落到此的亚特兰娜 将他救了回去 并为他处理伤口 两人经过日久生情 很快便结合 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突然有一天 一股巨大的能量撞开了他们的房子 几个手持武器的海洋士兵闯了进 逼迫女王返回亚特兰蒂斯 女王二话不说就开打 没过多久就解决了所有士兵 然而女王知道只要自己留在这里一天 汤姆和儿子亚瑟就会多一份威胁 为了保护自己所爱的人 他不得不狠心离开他们 返回海底世界 从那之后 亚瑟再也没有见过他母亲 从小到大 只有亚特兰蒂斯的军师维克陪伴他 教给他强大的格斗技能 然而亚瑟无时无刻不想见自己的母亲 终于有一天他再也忍受不了 向师父抱怨母亲一直不来见他 一定是不爱他 不忍亚瑟误会女王的军师 把真相告诉了亚瑟 原来女王在生下亚瑟后 为了保护亚瑟他们 只能跟早有婚约的奥瓦克斯国王结婚 不久后被国王发现 女王早已跟凡人生下亚瑟的秘密 极度心让他将女王献祭给海沟族的生物